众所周知羽毛球是球速最快的运动 这就要求运动员也需要具备极快的反应速度 下面我们一起来旁点下羽毛球场上十大极限时刻 小代这个吊球直接让张贝文使出了一字马 关键他还能迅速起身并且拿下这分 这种体操动作出现在羽毛球场可不常见了 李宗伟王之灭世的名场面 面对汤姆斯杯日本队派出来的小将拿督全力以赴 但对方却平防消极比赛 这也让李宗伟非常不高兴 眼神甚至可以杀人 王者风放尽线 陈宇飞在往前的极限反应 成功预判了对手的预判 双打晃拍很常见 但渡边勇大在当打比赛中球拍掉了 还能捡起来仿击扣杀 实在太不奖励了 成龙轻掉一球 球居然直接停在了球望上 真不愧是控球大师 这百年一遇的神奇操作把铃铛都看懵了 球挂在网上 这也难得一见 羽毛球直接停在网子上 波萨纳花式回球的神 面对陶田咸斗的进攻 连续上演防守背后击球 不愧是泰国超人 太潇洒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优独播剧场——YoYoYo 敌洋 优独播剧场——YoYoYo 有敌人的攻击 周天成10秒内连续4次逾越旧球 如此惊人的防守 把对面的蜻蜓都看傻眼了 周天成的连续逾越旧球 已经令人无比震撼了 可林德更加离谱 直接上演了鱼塘旧球 疯狂逾越6次 这简直就是一条鲤鱼啊 这场女双决赛 马来西亚的陈康乐 在绝境中倒地连救5球 跪着街 趴着街 躺着街 他上演了不可思议的极限操作 只可惜最后还是被杀死了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回合双方整整对轰了143拍 结束后全都累得 汤倒在地 大闯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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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见过最离谱的街球了 球都不看 直接背身起跳 上演胯下击球 不是哥们 你外星来的吧 对吧 你来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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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